嗨,大家好,我是小婷 我们家今天准备收稻谷了 然后现在搬出了那个割合机 这是我们去年买的那个新的 现在有几个螺丝找不到了 要把这个装上去浮到气 猫油 猫油你上去,你打哪些机子给呗 我爸修了半天那个割合器 没用,没修好,没有装好,没有螺丝用不了 所以现在只能用刀 今天的话主要先把这个糯米先收了 因为糯米的话只肿了这么一点 大概三袋骨子吧,三袋米,三袋骨子 这块铁很快就结束了 收完就回家做晚饭 其实有那个割合器的话会快很多 人工割是会辛苦一点 而且会慢一点 那一个割合器可能就抵了三个人工了 这些田都是梯田 门口特别小块的田 没有办法用收割机收 每年都是要自己人工收的 现在已经割完了 然后它开始用机器打了 走 打一把 我打一把 现在要把那个气游机装上 现在要把那个气游机装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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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先试一下机器 因为有一年没用了嘛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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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来扣灰了 当摄影师让小胖去打一会儿 啊 嗯 嗯 嗯 我妈这个技术 已经很熟练了 这个稻草我们要留起来 到时候冬天的话猪也要 然后鸭子也要 把它做成草堆 结束了 认真一点好吗 可以哦小鹏 在上坡的时候小心点啊 回家喽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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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